最近因為有豪雨 那造成在台巴縣 在天翔以上到白羊步道中間 大概是166.8的這個位置 在今天凌晨12點左右 12點多有發生這個落石 為了保護傭人的安全 所以我們現場也持續有人員 來辦理警戒 就是看現場的一個邊坡狀況 然後讓命路民眾可以方便通行 另外因為也有很多的粉塵 所以早上也已經請水車來辦理清理 那目前都已經恢復通行 還是呼籲用路人 因為最近山區公路因為好雨 還有地震 很容易會造成一些鬆動 那降雨會造成這個土壤含水量飽和 所以會比較不穩定 邊坡比較不穩定 呼籲用路人要小心要注意